作为工程机械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我交通工业来自四川广园,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台挖掘机呢,它是自有360A6的一个机型,作为一个女孩子的我来讲的话,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自有这个品牌的,因为它的外观造成不错,做工精细,面上大多数挖掘机采用的都是灯气的工地,而自有这个品牌,它使用的是烤鱼, 它的轻面可以也媲美,加入汽车,足以证明,住有这个品牌对于工艺品质的一个追求,接下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款机型的外观。 好,等到大家看完到外观之后,先带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我们的设计。 首先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手柄,它是一个三个手柄的一个手柄,可根据每一位挖掘机操作员的驾驶系都要进行了解。 其次就是我们的控制面板,如大家所见,非常的简单明了并且非常的细致。 它可以将运行中的每一台挖机的工作状态及时的反馈到我们的整个控制面板上。 然后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就是这个三分钟自动熄火功能可以使我们每一位挖机操作员在下班之后即时回家。 它会在三分钟之后自动熄火,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发动机的一个使用寿命。 如果我们上午的话不按了解瑞士,现在来分享一下说女娃女子的什么意思。 我们把青春显个学习,如此才有难过的我们的青春。 其实对于女娃女子来讲的话,因为新有,所以可以说我们是这个环境的主帽,我们不仅要接受男同胞这样的青春, 然后习惯这个工作给我们带来的更多不容易。 因为女士记不像玩同胞,那么因为我帮不大家一起。 所以一些日常的维修以及保养,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讲就非常的吃力。 并且我们需要在工地生活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大家都知道工地大多数的是男生。 部分工地由于场地受限,可能需要男女滚住。 这时候对于女生来讲的话,换行衣物啊,日常洗漱的问题就非常方便。 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隐形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女生。 所以在此我发声,希望这个机械同行们保护好我们女同胞。 因为我们都是地球的同事。 我发声,今天已经来到一年一个三万女生结。 在此我发声,我全天想着用自己手提起, 妈妈可以给我们妈妈一些坏的问题。 我们在来的训练之上, 生活就是想想扮演的地方,我觉得, 可能是女儿,也可能是妈妈, 因为我这个是人气责。 所以我认为今天是妈妈也要去学习。 所以我看到自己的毫无意义。 我莫百合法。 对不起。